其實從今天藍綠兩黨去拜會民眾黨黨團的話 你就看得出來說 其實這個風向很明顯 已經轉向於藍白河這個部分了 轉向藍白河了 對啊 因為韓國瑜跟那個江啟臣去的時候拜出來接待的是誰 黃國昌嘛 黃國昌 大家都在中午以前 大家在考慮說 你看國民黨團來的時候 是黃國昌在接待嘛 對不對 下午如果看得出來說 今天游錫坤跟蔡其昌有沒有 去拜會的時候換成黃珊珊的話 那民眾黨黨團裡面的勢力平衡 大概就是維持一個恐怖平衡 黃國昌跟黃珊珊兩個各主導一半 對不對 可是上午接待的是誰 藍綠就是黃國昌 下午是誰 還是黃國昌嘛 還是黃國昌 就表示這很明顯 民眾黨以後的那個總招是誰 應該就是黃國昌沒有變了 那依照黃國昌來看的話 他是比較傾向於藍白河還是綠白河 說實在話 應該是比較傾向於藍白河 他之前不是罵韓國瑜罵掉死 他罵韓國瑜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兩個人還抱抱對不對 那是我們認識的國昌老師嗎 國昌老師變了嗎 政治現實都一樣 你今天看韓國瑜 韓國瑜真的是四兩撥千斤 幹話王就是幹話王 你看他今天去民眾黨團團的時候 講到這個 你知道之前的什麼四點協商 那都沒什麼錄音啦 會讓韓國瑜答應啦 問題是以後要怎麼給 要五毛給一塊對不對 那你以後要怎麼給的話 大家走著瞧對不對 這一塊不是太簡單給你的 對不對 大家在立法院裡面的那個議會的議題的合作嘛 所以看到這個之後要五毛給一塊 那個什麼游錫坤就要五毛給兩塊 有沒有他今天就馬上八年 問題是趙單全收沒用 因為游錫坤現在看得出來嘛 他現在游錫坤一個人 跟民進黨黨團的那個意見 是不一樣的啊 包括林俊仙都跳出來講啦 對不對 林俊仙講話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林俊仙講話是代表賴清德的意志 對不對 大家也想說你看 密室協商啊對不對 你今天到底要談什麼啊 關著門在那邊講啊 你是在要權利要地位 還是要官位要什麼 講了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而且你知道柯建民 我們老柯有沒有 這幾天抓民眾黨 抓黃國昌抓得都堪死你知道嗎 你敢說黃國昌 既然你今天把我成這樣的話 今天國昌老師呢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叫我再跟綠白河 我跟他合不下去 而且看得出來 今天那個主客官的那個主導意味 很明顯啦 所以黃國昌今天就開始了 他又加碼單一招委嘛 對啊 而且他在閉門會談之前 就已經先喊假囉 對啊 喊單一招委囉 你那考題哪有人家出考題 我今天來面試 你突然間是增加考題 附加考題對不對 而且喊完話之後就 這個密室會談四十分鐘喔 所以我才跟你講韓國一幹話王這幹話王 他多厲害 他今天就告訴你沒有談到單一招委一事 你今天談四項改革 之前談出來對不對 我準備好了 我都答應你 我們可以來協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四項改革的東西的話 幾乎都要牽涉到整個修憲工程 那修憲工程要怎麼修呢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修憲哪有那麼容易啊 而且我們的憲法 現在在那個徵修條文修改的時候 已經改到你連動都很難動了 所以你說整個憲法要重新再來一遍 再去修憲 依照你這個什麼 什麼人事權同意案 或者是什麼 什麼倒閣權亂七八糟那些東西 有沒有 我如果再重新再來一次 就牽涉到憲法工程多龐大 你民眾黨呢 才兩年耶 你不是說這八個只當兩年 對啊 我提案都還沒有準備好 你再兩個 這八個要換掉換一批新的來 新的來你能夠接下去 這個修憲工程嗎 當然不行嘛 這韓國瑜表面上答應你 要我毛給一塊 問題是大家走著瞧 對不對 我以後 黃國昌這個很厲害呢 他這樣的話以後每年兩個會期 有沒有 你每次兩個會期 你就要痛一次你知道嗎 趙偉改選了其實 你表現不好 你都排除我民眾黨 這我這次趙偉我改支持民進黨 說實在話他還持續在國會裡面 在立法院裡面瑕疵兩黨 你說黃國昌這招高不高 當然高嘛 那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他是請向於要支持國民黨 那問題是他也不能這麼快就亮底牌 亮出來底牌之後 大家不跟你玩了嗎 你的那個籌碼就沒了嘛 所以他到目前為止還是告訴你說密室協商有沒有 來閉門會議啦 不是密室協商 閉門會議 關起門來講 那真的裡面會討論到什麼實質的利益交換 或權位交換嗎 我是覺得現在兩黨都不會答應 對不對就像那個什麼 游錫坤他講 我全部答應你 問題是這個只有我個人 我黨團不會同意 要經過黨團整個決議之後 我才會答應你什麼東西 跟你交換 那接下來你說民眾黨他也不敢這麼快 就告訴你說我要支持藍或支持綠 那會到什麼時候 會到2月1號投票前 那時候大家手機開機 拿在手上 等著柯主席給你下最後指令 對不對 藍按下去 綠按下去 就只能投一組人 團進團出嘛對不對 他為了怕提早團滅 所以他一定到最後才會下定決心 就下定決定 那可是我覺得 民眾黨一直在玩這種東西 這樣兩面手法 其實也是有很多的那個危機 你知道嗎 你今天如果今天來藍綠兩邊來了 雖然跟你面試了對不對 可是有一方面他如果這樣 他剛才只是想說 你如果哪一方面 藍綠哪一方面敢不來的話 那他就可以一無反共的 傾向於投票到另一方面 幫他小藍小綠解套 那現在藍綠兩黨都來了嘛 那接下來怎麼辦 那來的話都給你給足面子 那你民眾黨最後選擇 你還是投我自己的話 不覺得一個藍綠的話 那你藍綠會覺得說 你把我當猴耍 我都已經對你這樣了 所以那個作用力會大於反作用力 所以民眾黨一直在玩這種槓桿遊戲 哪一天那個槓桿往一邊翹起來的話 被敲暈的就會是民眾黨